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這次應該是網上的崇拜是第三次, 這個封國已經過了兩個星期又多了,不知道大家的情況是怎樣, 原上帝去保守,去帶領大家,記得上個星期跟大家分享,在封國的時候, isolation的時候,我們仍然有ABC,A就是Attention,我們是留意我們自己的身體, 求是保護我們,我們有好的飲食,好好的作息,不要到處去, 讓我們好好地給我們自己的提醒,B是Bestow,安靜在神的面前, 我們去透過討告,讀聖經,去經歷上帝,C就是多一點去關心, 一些弟兄姊妹也好,特別一些未順著的親友, 我們都讓上帝來的愛,透過我們去分享給他們, 都有一點點的家事分享,雖然現在沒有什麼特別的事工, 但是我也想求神提醒我們,讓我們學習,多多去感恩, 因為神給我們能夠有家庭,神給我們可以有生命氣息, 都是神的恩典,最近聽到政府的宣布, 那些的疫情,那些感染人數下降了,我們都感謝天父, 繼續去透過,在網上,在Zoom那裡,我們每個星期三晚, 仍然有祈禱會,歡迎弟兄姊妹,即是留意Facebook那裡, 每個星期三,我們都有一條link,大家可以加入, 第一次我們祈禱會,大約有三十多人,上個星期我們有四十一人, 我們都很感謝上帝,讓我們真的可以一起來到同心, 雖然不能夠在同一個地方,但我們可以一起同心吐告, 上帝聽我們的,另外我也聽到一些弟兄姊妹分享, 他說在這些時候,有很多ad hoc的, 一些臨時的,在網上組成的一些,或者在Whatsapp group, 或者是其他的媒體,透過一起去查聖經, 一起去討告,這些相當相當相當好的, 我鼓勵弟兄姊妹,我們都真的來到去安靜自己, 聽多些神的話,給予此鼓勵, 今個月是四月的了,還有兩個星期, 三個星期,就是五月來到的了, 我們新一國的主要學,如果我們這個城市, 能夠這個國家回到第三,或者第二, 希望可以快一點, 但是呢,新一季主要學都會開始的了, 我們都會有新一季的主要學的題目, 請也都留意在Facebook上面的消息, 如果是能夠回教會的,就回教會聽, 如果不是呢,網上也都每個星期都有, 主要學在教會的網站裏面, 給大家來收聽的, 好,祝福大家,祝福大家, 弟兄姊妹,大家好, 讓我們一起去敬拜, 在敬拜之前,我們先低頭, 安靜去祷告, 愛我們的恩主,我們多謝你, 雖然在這個這麼不安的世代, 你仍然都是康古保守我們, 你賜給我們有出人意外的平安, 我們的心就有安定, 主要在紀念你復活的節旗, 雖然我們有不一樣的傻拜模式, 但是無論是什麼的境況, 無論外面的環境是怎樣, 主我們都要定義來到你的面前, 去讚美你,去高舉你, 主耶穌你說,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你是生命的水, 亦都是生命的涼, 你來,要賜給我們有更豐盛的生命, 主我們要宣告, 你是復活的主, 你是永活的主, 主我們多謝你, 求你去月立我們對你的敬拜, 奉主耶穌基督得聖的名字祈求, 阿们 stedt 次 心太至 地hov 寺 是 唐 是 在外面 死罪自然 生自生命 为什么惊讶 哪恒犯都正经教主 一个故事 人他故事 我都面对明天 因他无常 佛祭居下 我甚至多 他唱过明天 生命从我了解 只能他无常 佛祭居下 我无常 人生的无常 面对死亡 真战的福 救出温柔 自成了死亡 再练要将 莫天救出 何时无常 仁他无常 我都面对明天 仁他无常 佛祭居下 我甚至多 他唱过明天 生命从我了解 只能他无常 佛祭居下 我无常 仁他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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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他 仁他 佛祭居下 我甚至多 他唱过明天 生命充满了家子 自仁偷无尽 生命充满了家子 自仁偷无尽 感谢神 祂不单止是圣国死亡权势的主 在诗篇九十一篇第二节还这样说 我要论到耶和华说 他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神 是我所依靠的 有次要放手 有次要不断路 有次要放手 要孤单一个战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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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的因天超越我的山寨 我的身体 是我的主 有次要放手 要孤单一个战斗 有次要放手 要孤单一个战斗 有次要放手 要孤单一个战斗 可以放手 要孤单一个战斗 我靠耳 感激你多封口一次 使我重逢 哪有再得下风声一点 甚至我靠耳 我靠耳 今天世素重头 仍是我思过我的情教 我行中 感激不断 神是我靠耳 我靠耳 今天未多封口一次 使我重逢 哪有再得下风声一点 神是我靠耳 我靠耳 今天世素重头 仍是我思过我的情教 和下门中 感激不断 今天 身中刚强谋惧怕 主的风声满一生 家印住手 曾为我欠 深人 今天 身中刚强谋惧怕 主的封城满一山 皆恩主守 尋为我已相恩 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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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是属主的 神就是我们的福分 我们必不怕任何灾难 我们在祂的里面 我们得着生命 因为祂是永活的主 我知道 我们确实着活着 它是永活的一族 当我在山谷 你生死 何必我去占有 我知道 我的灾虚者不正 它是永活的一族 当我在宽阅 不愈是 慢慢挖珠珠珠珠珠珠 我知道我的宿舍永远活着 我心不再犹豫 我又在你一个云野生 隐着他的风尘之爱 我知道我的宿舍永远活着 我命不再沉睡 当好假想是你那一天 我渐渐他永远寂寞 我知道我的宿舍永远 他是用我的宿 当我在宿舍部的时候 当好说我的宿舍 我知道我的宿舍永远活着 我心不再犹豫 我要在每一个云野生 你学他的风尘自爱 我知道我的宿舍永远活着 我命不再沉睡 当好假想是你那一天 我渐渐他永远活着 我知道我的宿舍永远活着 我知道我的宿舍永远活着 我心不再犹豫 我要在每一个云野生 你学他的风尝尝 我知道我的宿舍永远活着 我命不再沉睡 当好假想起的那一天 我渐渐他永远活着 我渐渐他永远活着 感谢神,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去到德圣 让我们继续靠主神,有能力去面对每一天的挑战 祝福大家 各位大庆姊妹,你们好 今天我录这个讲道的时候,就是刚刚好我们纽西兰的lockdown 这个风国,刚刚好两个星期 不知道这两个星期大家的感受如何 在我们收到的资讯,感应的人数似乎下降 但是始终很多对未来我们真的不知道 纽西兰似乎有些成效 但是我们不仅是纽西兰 在整个世界,欧洲 美国仍然是相当严峻的 里面,我们刚刚听到 是不是英国的首相 Boris Johnson 早两三个星期 他都觉得没问题,我们可以面对 他都好像有点不太在意 但今天他在ICU里面,情况也不乐观 所以真的我们要仰望上帝 但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 在这些疫情里面 我们都希望有些鼓励 互相去建立 我们有时在网上看很多所谓的疫情当中的好人好事 我们看到真的很好啊 好得安慰 但是无可否认 这些好像一点二点的灯光 可以在七黑的晚上 给我们一些的安慰 有些的提醒 有些的光照 但无可否认 这个真的仍然很黑 这个前路仍然是很明朗的 我们看到这些负面的东西 这些东西是远远超过正面的东西 就好像一种的互相的拉扯 但是这种负面的东西的拉力太大了 我们看到一些好事 经历一些好的东西 但是好像太少了 如果我们生命就是这样面对这些的时候 我们跟着怎样呢 其实那个影响很大 这个疫情 不只是疫情这么简单 经济 人际 商业 很多很多日后 日后 整个的国家 国际 其实很难去想像 怎样可以 要多久 或者怎样才可以站起来 特别有时基督徒他们想到 这个会不会是 耶稣再回来的 就是这个时候呢 当然无人可以绝对说 这个就是这个时候 但是有时我们不可以不想 我们如何面对这些情况呢 今天 在这个复活节的weekend 我们一定要再一次思想 耶稣基督复活 耶稣基督的受死 耶稣基督的复活 耶稣基督的复活 如果我们看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件事 就是一个历史性的事 可能我们就不觉得 对我今天有什么影响 但我们一定要从圣经 祈求圣灵 来到启迪我们的心 以我们 我们明白 不单止明白 能够让基督的死 基督的复活 深深的滲到我们的心灵的里面 如果我们凭信心 来到去靠着圣灵的引导 我们看神的话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如何影响我们 改变我们 我们才有能力 去面对每一天 就算这个不是一个的疫情 这个COVID-19 其实我们面对 都很多这些事情 比如我刚 昨天有位大庆 寄了一本书给我 就是讲到John Piper 就是写了一本书 就叫做Coronavirus and Christ 在我本书里面 讲到他自己 其实很多年前 他经历Cancer Cancer 其实是一个生命的 一个很大的危机 就算不面对Virus 现在的情况 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些事情 基督的死 基督的复活 在我面对生命当中 各样的挑战的时候 对我有什么的影响呢 我们呢 都一起来到去打开 约翰福音 二十章 第一节 直到三十一节 约翰福音 二十章 第一节 直到三十一节 约翰福音 是一本很清楚 有几个的主题 一个的福音书 相信 神的儿子 永生 这个就是他 约翰写 约翰福音书的时候 三个很重要的主题 贯穿成本福音书 如果我们能够去明白 这三个主题 这样的角度来看约翰福音 我们就会很明白 为什么他会这样铺排 为什么他跟其他的三本的福音书 有些不同的地方 今天我们不是讲约翰福音书的内容 或者结构 所以我不会详细说 所以呢 我们要明白约翰写的时候的目的 好了 约翰福音书二十章 一节三十一节 因为那个篇幅较长 那我们时间又不会有那么长的时候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打开约翰福音书二十章 不要盖上它 一会儿我们读到某些经文的时候 大家要看着 大家 虽然在家里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是一个崇拜 我们不只是在电视机 在电脑面前看一些东西 我们一起来敬拜 听到是敬拜的其中一个环节 所以呢 弟兄姊妹 我们专心打开我们的圣经 约翰福音书二十章 一节三十一节 其实在这里讲到这一班的门徒 他们很害怕 很无助 但是当他们亲眼见到 耶稣的 复活 显现之后呢 他们的生命是自然不同的 充满了喜乐 和充满了惊喜的 我刚才说过 如果我们是作为基督徒 我们看耶稣的死 耶稣的复活 只不过是一些事迹 一个历史上的一件事 今天我们就会很分割 这些事迹象 那又怎样呢 等耶稣回来 那我们生活 我们基督徒 就很斩见 可能就像这些门徒 一件件 只看到耶稣死 但是未体会到他复活 所以生命呢 就是耶稣死了 耶稣为我们死了 那就是好 但是我们就没有了那种的把握 那种的确据 但是如果这段的圣经 祈求声令令到感动你感动我 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面对生命当中的周遭的困局 特别现在在这个的 疫情的里面的时候 我们看不到明天会怎样 我们看不到两个星期之后 是不是lock down会完 lock down完了之后 会不会有另外一个lock down 真的很多事情 我相信我们的总理 我们的政府 都不能够回答你的 但是当我们面对 去与我们的复活的主相遇的时候 复活的大能 来到充满我的心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 将我们所看的 我们所经历的 完全转化 从无助 从无望里面 转化成为惊叹和喜乐 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复活 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 是不是 但是有时我们看 四本福音书 为什么好像都有一些出入 到底是 有多少个妇女呢 是莫大拉的 马利亚 还有还有其他妇女呢 为什么好像他们 看到耶稣先后的次序 好像有少少不同 是不是 到底有多少个天使 一个 两个 还是三个 有时有些人就看 四本福音书 你四本都好像 大家不太合 就质疑 这个复活的记载有多真确 但是呢 正正是因为一件事 有不同的人的角度 也都有不同的聚述 也都向不同的受众 来到去见证的时候呢 其实真的有多少些的出入呢 其实又不是说很 不接受得到 其实是很正常的 譬如一件事 譬如有个车祸 是不是 在Botany Junction 有个车祸 那于是呢 那些记者 可能就会访问不同的人 在一个店里面 刚刚打咖啡的 或者在油站那里 刚刚入油的 又或者他在 他根本在行录灯等着 你访问几个人 可能他们看的东西 都有少少出入 这个不是大问题 所以呢 我们去看的时候 不要让一些小的问题 影响我们看的 大的 这个 big picture 好不好 那么 其实呢 在这个的 件事里面记载 综合四本福音书 呢 大致上呢 是有些这样的情况 第一呢 就是摩大拉的马尼亚呢 首先是见到耶稣的 那是这个的 马尔福音十六章 或者药福音 刚才我们所读的 所看的经文二十章 都看到的了 第二呢 其实都有一些妇女的 那些妇女都见到耶稣 和摸到耶稣的 那第三呢 就是耶稣呢 是向彼得 和其他的门徒 来来显现的 第四呢 亦都向多玛来来显现 因为多玛不在 他们那些门徒当中 那之后呢 耶稣 对他显现 然后最后呢 就向多个五百人 来显现的 在哥林多前书 第一章有提到 而总括来说呢 在耶稣基督 復活之后 到他升天 有四十日的时间 这个是 士图行转第一章 第三节 路加有交代的 还有呢 前前后后呢 在福音书里面 记载呢 都起码有十次 向门徒来显现 这些呢 就是在 福音书里面 记载耶稣基督 復活的一些 次序 那幅的大的图画 不过今天呢 我们呢 就 特别 焦点在 约翰福音里面 我们看一下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一班的门徒呢 在他们的悲哀 在他们的恐惧 在他们的无助里面呢 是怎样转化 去成为一班 有能力 甚至日后呢 在士图行转 记载 这班成为 搞乱天下的人 他们怎样从 无助恐惧里面 转化 成为 喜乐 有能力的一班人 首先我们看一下呢 这班门徒 这班门徒的悲哀 the wolves 我的题目呢 就是 from wolves to wonders 这班门徒的悲哀 是什么呢 先看一下呢 这几个的妇女 二十章第一节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天环黑的时候 末大拉的玛利亚 来到坟墓那里 看见石头 从坟墓落开了 他来到坟墓那里 然后呢 就见到 里面 耶稣的尸体 没有了 接着呢 他就立刻呢 他那个的 意识就说 有人将耶稣 拿走了 接着他就回去 告诉 比特 和约翰 他就知道 接着比特约翰 就来了 就是一 一两节的经文呢 我们就会看到呢 其实呢 对玛利亚来说呢 或者 在其他福音书里面有记载呢 其他父女来说呢 耶稣死了呢 就是死了了 他们去 去这个坟墓里面做什么呢 在这个的 玛福音记载呢 他们带了一些香料 路加福音也有记载 带香料去做什么呢 要去高耶稣 要去和耶稣的尸体呢 继续做一些防护的 在这个的 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节呢 其实呢 不是 应该是 约翰福音十九章四十节 已经记载呢 这个的 阿里马太的药室 已经高了耶稣的了 那为什么呢 马利亚又要再高呢 其实呢 对犹太人的规矩呢 是有两次的高 即是高耶稣的 高死人的尸体 所以马利亚呢 想着呢 过了安息日了 于是呢 他就带足香料 就去再高耶稣的身体 即是说呢 他的意识里面呢 就是耶稣死了 死了就死了 所以我要去高耶稣的身体 然后他去到见到 诶 那尸体不见了 他没有想过耶稣曾经 跟他们说过 耶稣会复活 他想过就是 被人偷了 已经够羞了 还要这个尸体被人偷开 也有没有搞错呢 有时我们都会这样 好像感觉到 离不单行 今天的事情 auch够 tease 再加上另一件事 有没有搞错的 有没有天理 上帝你说的 其实原来 玛利亚完全没想过,不记得,很刻意,unintentionally,刻意,或者不记得了也好 耶稣跟他说过,我会复活的,尸体不见了,不一定被人偷了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态都是这样的 我们只是很平面,很人性,很血气去看一些事情临到我们 我们来看看这两个门徒,约翰和彼得 第八节,先到墳墓的那个门徒,其实是约翰 他说看见就信了,信什么?他看见了什么? 看见了,尸体不见了,那他信什么?信耶稣復活? 我们看第九节,第十节,我们就知道他信什么了 第九节,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的意思 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 他信呢,不是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他信呢,是信玛利亚告诉他,耶稣的尸体被人偷了,他信 所以第十节呢,就是他们就这样回家了 因为耶稣,他的结论就是耶稣的尸体被人偷了 都没什么可以做,那于是怎么回家了 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信什么呢?信别人说的东西 我们也不太信耶稣自己亲自跟我们说的 人家说的东西就比耶稣更大声 而那些东西是不是耶稣所说的呢? 我们听完之后呢,我们心里面也是没有平安的 但我们也是这样的了,就是这样过我们的日子 所以,到底我们的信是基于什么呢? 记住我们的优秀,我们的无奈 好了,我们又看看其余的门徒 第十九节至二十九节有记载的 十九节那一天,其实是同一天来的 就是七天的第一天,即是同一天 早上,玛利亚妇女比特约翰去到佛墓 见到,那一晚,这帮门徒 我估计呢,比特约翰,玛利亚都在当中 都说过,玛利亚不是啊,今早发生的事情 我见过耶稣,但其余那些没有见过嘛 于是呢,那些门徒在所在的地方 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 很容易理解的,耶稣被人担十字架 三天而已,那些人对付耶稣 用什么来对付我呢 他们自己禁止自己 不是政府将他们禁止自己 自己因为恐惧禁止自己 禁止自己,关了门 那可以理解,是怕不怕怕 甚至呢,在这个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节 当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呢 他们呢,路加记载呢 他们怕得以为见到鬼 见到云,他们以为是云 其实他们在一起 他们体会不到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呢 他们就是这样了 恐惧 无助 战经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四节呢 那里记载耶稣贼给他们 贼给他们 贼给他们不信 心里干涯 耶稣几多次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是呀,我会为你们钉上十字架 背负十字架 死去,但我会复活的嘛 我复活之后 你们要我给 我要给你们先早 早点去到加利利 在那里等我 不记得的 充以不闻的 但是我们也是这样的 各位弟兄姊妹 耶稣是神的话语 几多的时候 告诉我们听他的应许 他的心意 但是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好像有意无意 我们就不记得了 我们十多岁 二十多岁 都可以有老人痴呆的 原来 所以呢 求天父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信 我们在哪里 当周围的事情发生 每样这个世界都好像 都倒下来 以人类依赖的东西 科学 经济 各科技的发展 声望 军事的力量 好像 现在不再 不再 我们可以依赖到 可能这个时候 就叫我们做一次去思想 特别是基督徒 我们说 相信 我们有永恒的盼望 但是 我们的每一天 每一天 每一天 我们的根基 我们的所谓 我们的foundation 是尽不尽的呢 我们的建基在哪里呢 是啊 我们说信耶稣 但是 可能我们信 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总理 他的决定 可能 信心比耶稣大 在圣经里面所应许给我们的 耶稣给我们的盼望 是不是 可能这个时候 就真的是一个 机会 切切底底 要我们去再想 到底我过往 我们的function 我们的运作 我们的建基 我们的蜡烛 那个根基 是在哪里呢 大兄姊妹 会不会我们太多 我们固有的东西 我们加了自己的思想 听了别人所说的 然后呢 我们就 耶稣 你进来 大家都是这样说的 大家都是这样看的 OK 那我们就是这样 过我们的日子的了 但是 可能这个时候 就要我们真是 来到去 各样东西 周围的东西都倒了 各样东西都 我们好像 站在一些 浮在水的冰上面 不稳定的 那我们就要真是 想 什么才是生命最重要 最稳固的根基 对这班门头来说 当各样东西都 都不能够去 给他们有那个实际 那个盼望的时候 耶稣 复活的耶稣 复活的耶稣 的相遇 再改变一切 与主耶稣 复活的主 的相遇 就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 的惊喜 和力量 十一节 至到十八节 记载 在乌阿里亚 与主的邂逅 与主的相遇 与主相遇 与主相遇之后 他就跟他说 马里亚 他立刻看着 Rabbi Rabboni 拉波尼 即是夫子 然后他又将 他主对他所说的 说话 去告诉他们 他们听 生命 不再在那种的沮丧 无助 的里面 那个生命的流露 就是很不同的 我们又看一下 这帮门徒 在那一晚 就是七日 第一日的晚上 耶稣向他们显然 耶稣向他们 说完一番说话 然后跟着 把手 拉旁指给他们看 他们看见了 就起落 不是 只是在那里 笑一下 是那种心里 充满那种 那种的 踊跃 那种的 那种的 澎湃 那种的 截然不同的 跟他们以前那种 优秀 恐惧 是完全不同的 门徒 看见主 就起落 跟着29节 多玛 耶稣再一次向 多玛 显然 然后他 他看到了 摸到了 他说我的主 我的神 之前是双双双双的 我要摸到 我要看到 然后耶稣 让他看到 摸到 然后他就 宣告 我的主 我的神 神 我们在这里 看到耶稣 对门徒 真的很体贴 耶稣 知道他们 信心的软弱 但耶稣 要 一个 一群 逐个 向他们 显然 让他们 知道 耶稣 已经从死里 复活 跟着 约翰福音 二十一章 就更加 是一个更加 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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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的 叫affection 好 好有 情感的 一段的记载 特别 耶稣明白 彼得 那种的内疚 门徒 那种的 无助 耶稣再 在加利利海 的河河边 向他们 来到去 显然 今天 到底耶稣的死 耶稣的复活 对你和我 面对现在 这个疫情 这个疫境 起了什么作用呢 我们 信政府的策略 多些 当然不是 我们不是不信 我们要遵守 政府叫我们 要留在家中 我们要留在家中 信服掌权者 但是 我们知道政府是很有限的 他们所决定的事情 不一定全部是对的 但是 我们的信 我们的盼望 我们的根基 是在哪里呢 耶稣向他的门徒 来到显现 我们 熟灵的眼睛 看不看得到呢 但是 当时 那几个门徒 那些的门徒 他们亲眼看到耶稣 每个都看到 但是 耶稣说了一句说话 他说 那未曾看见 就信的 就有福了 说真的 你和我 除了那班仕徒 第一个世纪的仕徒 他们见过耶稣 我们 绝大部分的 基督徒 我们 除了可能有时候 有些的神 特别给一些的 异仗 或者神迹 给某些的人 很少说 可能0.000%的人 看到耶稣 他自己 復活的荣耀 其实 绝大部分 我们看不到的 其实我们自己的信心 到底是 好像耶稣说 我未看到 但是 我可以 憑信 就相信的 那些就更有福的 我们看不看到 在我们宿灵的眼睛 看到耶稣基督 他从死里复活 而这个复活的大能 在你和我里面 不单止 是叫我们得安慰 耶稣其实 复活 还要给他们 一个使命 二十一节 父怎样猜我 照样猜你 说了者说 向他们吹了一口气 叫你们领受圣灵 然后跟着就说 你赏免谁的罪 谁的罪 就得赏免了 这里不单止去 给他们一个的安慰 一个的提醒 一个的 将他们的情绪 将他们的感受 转化成为 喜乐 能有能力 但是做什么呢 是要有一个任务 一个使命的 就是为主作见证 这个将 这个的 向他们吹一口气 其实呢 叫我们想起 在创世纪的时候 神做人的时候 将生气吹入 他的鼻孔里面 使他们成为 一个有灵的活人 耶稣的复活 耶稣的复活 就是将我们 在这个 伊甸园里面 犯了罪 要死 这个的 这个的 奏座 再一次回转过来 圣灵 进入到我们 那里 然后呢 我们再一次成为 有灵的活人 以至我们能够 承担 上帝给我们的使命 来到去 将福音 传给 这个世界 所以 弟兄姊妹 我们 无论我们 现在面对的情况 我们 我们是 我们都是身在其中 但是 当 当 当 圣灵 引动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盼望 我们的根基 哎呀 不是再是这个世上 我们的盼望 我们的 我们的蜡烛点 我们的根基 在耶稣基督的死 耶稣基督的复活 他里面的时候 呢 不只是叫我们 哎呀 可以捱得到 或者 这 这四个礼拜 或者五个礼拜 或者日后 不知怎样 不只是叫我们 在这些的情况里面 要我们去成为 耶稣基督的见证 我们已经有 领受到圣灵 我们有权柄 并且我们有责任 去赦免人的罪 把福音传给人 人家去相信的时候 人家的罪得着赦免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再想 复活节 这个信息的时候 原来提醒你和我 一群我们再领受 生命的人 我们要将生命的信息 传递开去 有个记载 不知真还是假 我相信 都会有很多类似 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他说 在意大利 倫巴底区 就是 Lombardi 这个地方 疫情也是很严峻 他说其中一个医生 就是 他们 一个见证 他本身也是一个 无神论者 医学的东西 不容许到宗教 在里面 都是科学的 神 宗教的东西 这些不入流 所以 对这个医生 或者对 其实是他的问题 其实很多医生 信耶稣 很多科学家信耶稣 不过是他的问题 所以他就 但是这件疫情 就太严峻了 他说 从几个病人 在医院里面 到到成千 成万 不断地在医院里面的时候 他们就不能不想 人 是不是再可以 依赖医术 我过往的经验 这些的儀器 我的聪明 就可以帮助到 当你发觉 你束手无策 那些病是一个一个一个 这样死去的时候 而他们发觉 我已经不是在做医生了 我也是在做一个 一个 决定这个人 是否接受治疗 一个这样的角色了 已经 就是要分 到底这个 会否够 这个不够 不够就由他了 就是已经不是再做医生了 对一个医生来说 他的天职 已经是没有了 很大冲击 于是他就不能不去想 我以往所依靠的东西 是不是还是可以依靠得到呢 他记得有一天 有一个老人家 有一个传道人来的 一个牧师 七十多岁的牧师 他又感染了 但他进医院的时候 就是仍然拿着一本圣经 仍然拿着一本圣经的时候 对任何其他感染的病人 都可以和他们分享 圣经的话语 最初对这个医生来说 和他的同事来说 又在这里说耶稣 死到临头都还说耶稣 但是呢 看到他的那个真诚 看到他和病人那种的关心 然后他再看他们 他们现在的情况 我们都是在帮人 不过我没有办法 但是好像这个医生 这个传道人 这个牧师 他自己很有把握 他自己可能生命都危在弹直 他又很热情 听完之后 祈祷 心里好像很有盼望 安定了很多 他就不能不去想 到底我现在 依靠的东西 和他的依靠的 有没有不同呢 当他们很疲累 要休息 都不能回家 就在那里听下 这个牧师去讲的 圣经 讲的东西 那他就不其言发觉 原来自己心里 和那些同事 开始都要去祈祷 神啊 如果你真的在这里 神啊你真的帮我们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帮到我们自己 我认为 这个牧师真的感染 之后死了 他死了 他所传的上帝的说话 仍然活着 这个医生 其他的医生 都发觉 他们真的需要 去将他们 他们的一切 再次带到来神的面前 他们要 confess 耶稣 你是福活的主 只有你 来到去掌管 只有你 来到去帮助 在一个这么恶劣 好像地獄 这样的环境里面 原来 上帝可以透过你 透过我 将生命的平安 来到去带给我们身边的人 从悲伤到到惊喜 在乎我 在乎我 看些什么 到底我看的是一个死了的耶稣 一个死的信仰 或者我和这位 永活的主 有这个 很活潑 很密切的交往 周围的 这些 Data 周围的 这些 指数 周围的这些 信息 可能真的叫我们 高高低低的 似乎这几天 那些 所谓的 感染的curve 好像平了一点 但我们没有人知道 下个星期 两个星期后 会是怎样 如果我们相信 上帝给我们 这个平静安稳 我们的根基在他那里 而我们这种生命的流露 虽然现在 我们不能够和我们的 其他的亲友 不在我们所谓的bubble里面 可以接触 但我们可以透过网络 透过WhatsApp 透过其他 电话 视像 我们可以和他们分享 耶稣的平安 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就可以 去为主作见证 记住 弟兄姊妹 我们有这个 mission 当周围的人 对他们来说 所有他们 依赖的东西 都所谓 crumbling down 都倒了 有时我们看 这个网络上面 警察 市民 教会 甚至在这些国家 一些领袖 他们都谦卑 下来祈祷 即是说 他们不可以再依赖 他们以往认为 很强势的东西 会不会这个时候 就是基督徒 要站出来 去发声的时候 虽然我们未必 是 站到最前线 但是 神给我们 有我们的影响 就是我们的亲戚朋友 在我们 可能就是在家里 仍然未相信 那些家人 基督 复活的盼望 在你 在我 我们 我们 能够为主作见证 因为主 已经将我们的 悲伤拿走 换来的 是喜乐 和惊讶 和盼望 我们是为主作见证 我们有一首的诗歌 刚才我们在 诵拜的时候 敬拜的时候 其中一首诗歌 就是 因他活着 我们一起 透过这首诗歌 再一次肯定 我们的主活着 所以 我能够 面对 明天 阿们 各位兄姐妹 这个周末 是复活节的周末 我们 纪念耶稣基督 不单只为我们 受死 钉在十字架上面 埋葬了 并且在 主日的清神 祂复活 所以呢 我们很有确据 我们的主是活着的 所以 在东朕 我们特别 在这个复活节的周末 星期六 夜晚刻 的崇拜 主日 早上的崇拜 主日 下午的英文崇拜 我们 都一起 透过主餐 来 祈念 耶稣基督 所以 就让我们 凭着信心 我们来到 祈耶稣吩咐 叫我们去 礼行 主餐 这个的 礼仪当中 我们去 去 祈念主 以至 耶稣基督 去应许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想到我们 我先 是将 《哥林多前书》 十一章 二十三 至二十六节 是和大家分享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传是 从主所领受的 就是 主耶稣被卖的 那一夜 拿起饼 足夕了 就抹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写的 你们要如此行 为的是 纪念我 饭后 也照样拿起杯来 说 这杯 是用我的血 所纳的身药 你们每逢 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 纪念我 你们每逢 吃这饼 喝这杯 是 宣告主的死 即等到他来 耶稣基督和门徒一起去领 领受当时 犹太人 御御节 的晚餐 透过饼 透过杯 他去和门徒 这样说 我就是 这个犹太人 一路 一路去 遵守 祝福 纪念 上帝的拯救 御御节的羔羊 身体被抹开 流出补血 就好像昔日 犹太人 在御御节上面 在御御节里面 这只羔羊的补血 去查在他们的门尾 门框上 以至 他们避过上帝的使者 来到去想到他们的家居 来到去将 这些的杀禄 来到远离他们 所以 当我们去领受饼 领受杯 我们好知道 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 为我们代罪的羔羊 是上帝的羔羊 我们恩着耶稣 我们的罪 可以得赦免 恩着耶稣的补血 我们得洁症 历世历代的教会 信徒 我们都是透过煮餐 我们纪念耶稣 我们纪念耶稣 是因为 耶稣吩咐我们 不是因为那个饼 有什么的 特别的能力 又不是特别 因为因什么的 杯 杯里面 乘在什么 我们只不过是 好像耶稣 那样吩咐我们 我们透个饼 透个杯 为的 是 纪念它 对 对 顶姐妹 求神给我们 一个合热的心 在星期五 受难节的祈祷会 我们也有主餐 在我和弟兄姊妹预备 在过程我们也有一个无疑的去领受主餐 我都要去派餐 在最后一个练习的时候 我们透过网上和弟兄姊妹分享 我突然拿起饼 去祈祷的时候 突然很大的感受 突然好像圣灵告诉我 我听 终于我每个月 在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日下午 我去这样派 煮的饼 煮的杯 但是 在那个时刻 我就感受到 现在不是在教会里面 现在我要拿着这个饼 拿着这个杯 透过这个电脑的 视频 然后呢 我不是再在教会去这样 我突然间 好像圣灵 去提醒我 甚至去指责我 很多时候 在教会 我好像呢 因为我是牧师 我就去派这个饼 派这个杯 就好像当作 好 好 必然 也都好 好像一个工作 这样 但是 今天 不是在教会 我要透过这样 来和弟兄姊妹去 抹这个饼 去一起领受这个杯 当日我自己 在神面前 我会 confess 我会认错 神啊 我真的太过 太过当作必然 太过 好像 习惯性 去派餐 可能弟兄姊妹 你们都是 每个礼拜 来到教会 每个月 来到领受主餐 就是习惯性 一齐 敬拜 一齐听到 真的不是别言 当我们不能够回到礼拜堂 固然 真的我们可以来到 亲近神 任何地方 不是这个山 不是那个山 是 任何地方 只要心灵诚实 但是有时候 可能 我们真的是 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们不能够以心灵诚实 来敬拜 导主帮助我们 当我们领受这个饼 领受这个杯 我们好好地 把握 珍惜 纪念耶稣 当耶稣被卖 那一夜 他拿起饼 来 然后再拔开 触摆了 就拔开了 然后递给门徒 他说 你们要吃这个饼 目的是 纪念我 我们一起同心祈祷 主耶稣 多谢你 你的身体 来抹开 挥着我们 挥着我们的罪 你愿意成为 那种羔羊 来到 来到去 被杀 以至 你流出的补血 成为我们的拯救 神啊 我们感谢你 圣灵我们 仍然很多的自我 仍然很 很习以为常地 来到去 宗教的任务上面 但是主啊 帮助我们 我们心灵里边 我们心底里边 来到 感谢你 我们的行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生活 为人 能够是 跟随你 去 信服你的心意 履行你的吩咐 救主帮助我们 谁听我们的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 领受饼 纪念耶稣基督 圣经说 他们饭后 又拿起杯来 里边盛在的是葡萄酒 今天我们用葡萄汁来代替 什么都不要紧 我们纪念主耶稣 耶稣说 你们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弟兄姊妹 让我们有 一切同心的 来领受杯 来纪念主耶稣 祝福 感谢主 求主的月纳 求主祝福 求主带来我们 这些在 隔离 在家 的日子 求主引领我们每一天 与祂同行 好的 我们来凭信心 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领受 从上帝以来的赐福 但愿天父上帝的慈爱 耶稣基督的恩典 圣灵的安慰 上上 上上与众人同在 三位一体的神 圣父 圣子 圣灵 在这些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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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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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